您好,欢迎收看1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卢以慧 众管处赤字2000多万元同步展开整顿热水箱瑞翔温泉公园计划工程 提升地方的修气服务品质 经过一年工程在上个星期已经报完工了 而众管处的处长郭正林他表示说 如果没有问题,预计在2月初可以进行开幕 虽然硬体设施设备都已完工 但是工单位仍在现场忙着整理工区周边环境 让整个猪汤公园更加完美呈现 为了提升地方修气设施的服务品质 观光局华东纵管处赤字2000多万元 同步展开瑞翠翔温泉公园 环境设施的整置作业 借着建构的自行车系统串联中区光复堂场 平身到瑞翠的温泉 打造一条森林温泉自行车道 也因此对于温泉猪汤公园的整顿 重管处在设计规划以及施工上是高规格要求 那瑞翔公园这个基地本来就是 原来就有一个泡角池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整个路线的行销上 能够把这个瑞翠温泉能够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跟公所来合作 那其实我们是希望 因为它基地不大 我们希望把它做得比较有特色 所以在设计上我们是花了一段时间去构思 那目前因为在施工上 还有一些设计上是有点时间比较久 所以大家期待就会比较多了 那所以我们今年已经快要完工了 应该预期在过年后应该可以完工 那后续我们会做一个启用的典礼 希望能够跟瑞翠温泉的活动 跟自行车来一起来行销推广 让大家能够旅游 也可以到我们瑞翠来泡温泉 历经一年的工程已经完工 完盐的竹汤道连接到日式乌梁建筑下方的泡角池 冤屈大草坪搭配低灯 整体景观设施相当具有特色 处长郭振玲表示若没有问题 计划在2月初进行开幕 进一步行销推广 光伏到瑞翠的森林温泉 自行车道之旅 记者是玉兰瑞翠采访报导 是玉兰瑞翠的森林温泉